大家好 我是小林 每天给大家最新鲜火爆 好玩的中国经济的华语消息 全球领先的最牛的电动汽车品牌 特斯拉又炸了 就在昨天晚上再度大跌 如果说中国那些什么比亚迪 什么小鹏 什么高河汽车 这些可能是他的竞争力有问题 但是连特斯拉现在都K线走的这么难看 那就代表行业要凉了 就在昨天晚上欧盟公布了一个关键数据 我们一起来瞧瞧看看分析分析 电动汽车行业现在是完全没戏了 与此同时我们还会报道结合分析 比如吉利汽车 中国算是也比较有背景的 听说什么彭丽媛 那个是女婿什么什么玩意 这有很大的官方背景 吉利汽车宣布 把他旗下一个电动汽车的 纸品牌直接整个卖掉了 整个脱手了 你想想这直接都不完了 那看来啊 这个行业是出了大问题 另外一头的这个林德时代 所以有几个新闻 我们结合一起就看这个电动汽车行业 它的前景 这是怎么评估 是一个大拐点 还是小拐点的问题 现在是这个林德时代底下的矿 这个离矿也是停产 被爆出来停产停工 那你想你这离矿都不挖了 而且还是给全中国电动汽车品牌 供货的这个习近平时代 这个都这个矿都挖不动了 直接停产停工 代表这个行业确实出了大问题 另外一头是这个我们会说说香港 香港这个经济也是值得关注的 香港里面出现了一个小疤 小疤爆雷潮 我觉得蛮有意思 代表着香港这个地方 它的经济活力 还有这个这个房地产 都出了大状况 小疤爆雷潮 怎么说的房地产 等一下给他说 还有就欧盟 我们会结合欧盟这个 最新的这个外交战略就是 他也是对中国立下这个叫做 最后通牒 都是跟跟美国这个路径是相当一致了 就是你呀中国不要不要再来烤火 我不想要离那个什么廉价商品 你看这路子非常一致 那我们把它结合起来分析分析 先说这个特斯拉就在昨天晚上 大跌3.1% 就是反弹的一点点 因为美股整体来讲美股的走势是相当好的 而特斯拉算是在美股里面 这个叫这玩意叫什么 利势下跌 所以除了大盘以外 我们可以分行业来看 就是 你看出来在这个反弹里面 有些股票他反弹的特别差 反弹的特别弱 他就上不去 有一些行业他在就是 大盘下跌的时候他你看他表现都还蛮好 是吧 所以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出来很多区别 而特斯拉呢 这个K线真的是很差的了 里面昨天晚上欧盟是宣布了一个 公布了一个 经济数据叫做什么呢 一月份电动汽车 注册量 应该指的是纯电动汽车 注册量环比下降42.3% 直接就跌掉一半 直接就跌掉一半 所以就是电动汽车这个上牌 应该这个它跟我们这个叫上牌差不多 就是买电动汽车的很少了 越来越少了 那为什么呢 就整个行业现在看来 它是面对的一个叫什么 天花板 里面有有一个叫做渗透率啊 这么一个概念啊 当然我们还看看就是这个热门中概股昨天晚上 顺着这个特斯拉 它是个大龙头 特斯拉的搞不定你其他更更别说了 是吧 你比如小鹏汽车昨天晚上也跌超过5% 这个什么 未来汽车跌超过3% 就是电动汽车品牌全部倒下 全部倒下 那中概股表现也不好啊 那根本就不好 现在就大A啊 大A还在装啊 看它装到什么时候 是吧 回头就说这个渗透率的问题啊 就是这个一个产业 其实当初大家炒特斯拉炒的特斯拉的市值都是丰田的好几倍啊 最高的时候都是10倍往上的弄啊 人家丰田一千多美元啊 这特斯拉都弄到万亿美元了 当时你想想 这当时是怎么个估值法 当时就觉得 又是什么革命性啊 又是当时觉得这个电动汽车这玩意完全替代 完全替代所有的这个这个汽车一统江湖 但现在回头 大家发现一个东西叫渗透率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预期发生很大的变化 就是 这玩意它只能占一部分啊 现在很多人都看出来了 比如你这个电动汽车只能哎 比如室内 但实话实际说 你我专门买一台 嗯 这种情况只会出现在欧美 比如我一个大house啊 大house里面 哎那个停车位多的不得了 我再再搞一个电动汽车作为一个不同的 啊 兴趣爱好 我那个这个家里面一一台哈雷机车啊 一一一台房车啊 一台老爷车啊 来玩玩 呃 这里面电动汽车算 你说短途用电动汽车 中国有几个家庭能搞两台车 首先就解决不了车位的问题 在中国 你啊 中国 也不知道怎么整的吧 反正中国用地啊 给人感觉紧张的 比日本还紧张 紧张多 都是你不知道怎么搞的 中国说地大物博 我我来到日本家家户户的东西 人家停车位都是大都是别墅 我都都是啊 然后然后那个商场那停车场那个多的 不得了啊 我在中国那个纳闷呢 你中国地大物博 你这么大国家 你怎么就这么紧张呢 是吧 大家这这这是另外一个思考啊 留给大家这个思考思考啊 啊 怎么这么大国家 你怎么就这么紧张呢 反正啊 然后这个这个这里面他只能渗透一部分 也就很多 你哪怕是美国也不是家家户户都有大号使嘛 所以他只能渗透一部分 你说室内能给哎呀我难得搞两台车吗 专门很多家庭也就一一台车嘛 是吧 我还专门那我买这个电动汽车来干嘛 是不是还有就是冷啊 相对冷的地方啊 现在有意吹啊 中国吹把电动汽车卖到俄罗斯去了 哎呀这个稍微有点常识 知道电动汽车连东北都去不了 还去到俄罗斯呢 那那那肯定里面的都是骗人 都是骗人的 啊 那个中国说卖电动汽车卖到俄罗斯 我估计是打掩护卖军火给俄罗斯还差不多 啊 俄罗斯开电动汽车想都别想啊 想都别想 中国东北那都绕不过去 还绕到俄罗斯 俄罗斯比东北还要冷 你说这俄罗斯在电动汽车压根一点 事长没有 所以所以这这玩意那简直是醉了啊 只能说醉了啊 这都有人信是吧 这都有人信啊 俄罗斯根本就不可能开电动汽车 这个国家整个国家 我看几乎没有 直接他他是非常有限的俄罗斯 人口也没多少 本来啊 都 然后我们还可以再看 所以他整个市场需求都到顶 都到顶了 然后我们看到吉利汽车 吉利汽车宣布啊 昨天的20号的 官宣啊 旗下要把这个 瑞兰啊 瑞兰汽车啊 这个这个这个毒啊 把它卖掉 你5.0已经卖掉了啊 都都不说将要卖掉 是已经签约把它卖掉了 就是天天吹啊 什么电动汽车 然后你看吉利汽车自己悄悄的 就把5.04亿套现 5个多亿把厂房把什么全部卖掉 把品牌全部都不要 全全部能随随接盘给给给给谁去 这就吉利汽车干的 吉利汽车 我们知道啊 也是有深厚的背景啊 这个当时说跟跟什么 啊彭丽媛啊 这个这个家家族哎呀 啊彭丽媛家族什么是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现在啊 在在这是一种江湖传闻吧 反正墙外谁都知道啊 这也不是我爆料啊 啊 在里面当当我们也是看到吉利汽车 他肯定是有背景的 因为本来吉利汽车 品牌并不并不好 但是在习近平上台以后呢 吉利汽车最最牛的一个就是把我收购下来 反向收购 所以车车看得出来 那你那都是蛇吞向 当时觉得你吉利何德何能把我我拿下来了啊 那当然背后就鼓励说国家战略也好 是不是跟彭丽媛的关系也好 这都都可以发挥想象啊 但是可以看出来他肯定是有一定的国家战略支持的啊 支持里面当然他的也是全部布局啊 这个吉利相对比亚迪亚低调 比比亚迪亚低调一点啊 其实吉利也很强啊 在中国墙内来讲吧 而且他是直接把人家外资品牌拿下来了嘛 他肯定吸收了很多技术 然后嗯 然后他就现在也有布局啊 布局这个瑞兰汽车呢啊 他是从事换电车 就他换电这个路线啊 然后他他也有很多纸品牌了 你看啊还是枫叶 哎你看哎呀跟加拿大有有点关系 好像哎啊里面枫叶80V啊 枫叶860S啊 什么瑞兰7瑞兰9 你看他有什么B端B端B级车C级车 你看他这就瑞兰汽车旗下 他都有啊很多个路线的了啊 就是什么什么C系啊 什么7系5系9啊9系啊什么有有9系 哈哈啊3系什么都都有嘛 反正这个就有A级车B级车C级车嘛 那在这里面他就算是一个很大的一条路线 就这条路线整个整个卖掉 整个卖掉也就是上面 你看就啊上面的人就中央的人都觉得 这个完没用 没用啊 换电这个路线估计也是黄了 为什么要不高到时候 你看人家迫在眉睫都要搞出来全固态电池了 你还换个毛的电就根本就这个路线就不对啊 这换电这个路线当初想的还挺好 我们回头看就智能手机 以前也有手机用换电这个路线的 以前是有换电换电池这么一说的啊 手机现在我们发现所有的手机都抛弃了 换电这个这个路线啊 至于至于可能里面反正有有各种问题吧 反正就各种考虑啊 综合来讲这这个路线就不走了 啊就不走了啊 就这整个整个单也是看出来就电动汽车这一块 他慢慢慢慢这个前景是很明确的啊 玩的差不多了啊 另外一头就是宁德时代啊 反正这这也是个雷啊 反正宁德时代把这个宜村旗下的这个里矿啊 这个就是关掉了啊 关停了啊 已经关停了啊 员工都都潜散了啊 是不是是吧 好像是基本上半遣散啊 呃这个澎湃新闻记者都已经了解了啊 你看官方也采访了确实的停工了 他说什么呢 他说春节期间正常放假啊 林德时代回应啊 然后呃就就就正常放假 他说在正常放以前生意好的时候都加班加点 你还正常放假啊 这这玩意就是算是强烈 现在就这样做新闻的了 在实际上他里面说到呢 主要是这个碳酸里又跌了啊 碳酸里又开始跌了啊 就是碳酸里就横盘了一段时间又开始往下掉啊 最近跌破了十万块的这个这个关口啊啊就往下跌 一到十万块底下中国很多的矿都是什么都是亏损的 中国很多的矿我们都说了他的矿的这个这个成本还有质量并不好 他虽然有啊中国的煤炭也是啊跟澳洲比起来 那是差远了啊 人家那那都不用挖他们这成本很低啊 人家啊 所以啊中国的这个锂矿现在也是大面积的停产啊 只要跌到十万十万以下 这个锂啊 锂 碳酸里的价格跌到十万以下 他全部就称生产出来都是亏钱的 都是亏钱 所以他就不生产 啊 现在就停产了 而且我们看到这个江西啊 宜村这个这个工厂啊 他是2022年林德时代采用八个多亿把他投下来的这个采矿权呢 所以林德时代他是亏钱的 啊 就2022年才投的八个多亿 所以这这玩意叫什么 叫做产能过剩 产能过剩啊 就 这个东西太多了啊 现在就太多 你看这个当时疯了一样的搞 啊 现在现在就就发现 呃 没销路啊 根本就没销路啊 所以这个从碳酸里的这个走势 还有方方面面我们都看出来 呃 都是完蛋了啊 都是完蛋 这短期之内这个玩意都看不到 看不到头了啊 这是一个 整个行业的天花板已经是看到了 啊 所以没人会吵的了啊 就是没有想象力 啊 这个大家都看到头了 哎呦 原来你特斯拉就这就这个玩意啊 啊 然后你你何德何狼 你估值比 这么多倍 原来你也是个做汽车 他以前就是 ai又是自动驾驶 是吧 后来发现原来还是个做汽车 是吧 嗯 啊 ok 啊 然后这个梨现在就卖不出去啊 梨卖不出去啊 下游没没生意啊 所以整个我觉得里面反正还在撑嘛 包括什么比亚迪是吧 都还在撑了啊 在撑能撑多久就看嘛 啊 啊静静的看着他装啊 啊 然后是香港啊 回头说说香港 所以这这一个电动汽车的最新情况啊 另外一头就是 香港啊 香港的这个小巴牌照 哎 最近有人传出啊 香港这个小巴呢 他是私人承包性质 哎 这条路线 我就拍个牌照下来 这这条路线 我我就开 然后我就自负盈亏 所以香港的这个小巴社啊 叫做那种次一级的路线嘛 叫做啊 这就是承包制的 然后他的牌照啊 最高峰啊 现在说啊 最高峰的时候 这这小巴的牌照 能拍出八百万 就这条路线我承包了 就像有一些旅游吧 路线一样的 以前这个牌照八百万 现在掉到什么 十分之一都没有 七十万 啊 所以整整个暴跌 整个暴跌 那这就是崩盘了 十分之一都没有 八百万掉到七十万 这就是典型的崩盘 啊 这崩盘 所以有很多小巴当时也是做融资计划的 啊 就跟买房差不多 以前这这个生意可以 银行就会给他搭配嘛 那现在这个生意不行呢 就银行就coron 啊 啊 你看龙莲果然来了啊 没想到这龙莲首先在香港发生啊 就就是这个coron就是违约嘛 啊 违约要要要开始要补充抵押品啊 要要什么呢 啊 要去回收贷款 要把车拉走啊 把他拉走 拿去变卖 啊 就发生了这个小巴的车主啊 被银行叫啊 那其实这个事情我觉得跟房地产也是有关系 就是香港的人口啊 还有这这种都市的发展趋势啊 以你想小巴是什么 小巴是连接大的点 跟跟小的点 一个一个就恶极的连接 可以比如这个去去到一个大的什么湾仔站呢 然后再到这个大的站 比如台北车站 再连接到啊 再次一级的这个 啊 这个小区啊 小区吧 叫做啊 这个乌村里面 那香港现在楼市也不行啊 啊 在这个春节期间录的这个 啊 这个各方面 2月19号 这个方港香港的房价指数 创7年多以来 这个新低啊 连续27周下滑 就是香港的楼市啊 跌了百分之二十几啊 比高位下来 到处都在跌 跌什么 就 他很难支撑 以前为什么 人口在成长 啊 去去到这个这个什么什么啊 西湾河啊 去去到什么啊 去到这个台台的啊 这个什么隋河街啊 这个啊 台北车站啊 去去到去到最最远啊 去到那里再再转小巴再转 就以前人口比较年轻 然后大家都在成长的时候 大家愿意这样转了又转 现在你 随着这个 这全球都都是这样嘛 反正这人口慢慢慢慢 大家年龄也大了 就不这样折腾了 大家不愿意这样折腾了 这个包括日本也这样的 其实香港这个路子跟日本就一样的 大家就不爱就是转了又转 转了又转了 啊 这这种事情现代人不干了 啊 就就不愿意在这就人口不再扩张了 跟跟中国一样的 中国也是这这地铁搞不下去了 不搞了 这高铁的烂尾啊 这个建那个站不开 啊 海南也这样就建了一个站不开 为什么 就 就是这个 其实城市的扩张 还有这个经济的扩张 还有人口的扩张 他不扩张的反而收缩了 他 单说 我这个叫做他往内说 啊 就都不再像以前那么有这一种扩张的倾向 现在不扩张 啊 都是这个 啊 现在现在这个这个转转一次都费劲 最好不要转 一步投飞 是吧 那所以就 人不愿意 现在不愿意 他宁愿这个要不就住小一点 那宁愿住小一点 他不愿意转那么多只车 啊 就 那个人不再像以前那么能折腾了 年纪大了 就这么简单 那个大家可以这么理解 啊 所以这这小巴他 肩负的就是 一种城市的扩张功能 啊 以前啊去去到去到上水上水 然后再再转啊 西班牙在转 江军奥在转 是吧 现在就不愿意再转了 啊 去到天水围天水围再转 现在就不愿意呗 是不是啊 对吧 所以就就是 象征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嘛 要香港的人口也在流出啊 这个陆陆续续都看到 搬到英国去搬到全球去啊 这个地方 香港是算算是最惨的啊 香港肯定是最惨的 从以前那个比较算是很好的地方 香港人均收入比台湾还要高 以前啊 所以 整个城市的以后还可以 可能有系统性风险啊 在中国共产党搞搞搞啊 所以整个城市到时候坍塌 他们啊 香港的未来 有网友提醒我 香港的未来就是湛江哦 以前湛江就就是法 法诸界 你看从湛江 哎湛江原来我们猛然发现了 香港的未来原来是湛江 你看湛江就就是香港的未来 你说多可怕吧 去去有机会去看湛江 看一下啊 香港的小伙伴 看一下香港的未来啊 就在那啊 去看看啊 是什么样子 以前那玩意也是法诸界啊 是吧 被法国管理过 被日本管理过 被什么 被英国管理过 你看哎 这就是香港的未来 你看 从一个诸界能变到今天这样啊 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力量 啊 这这这就是香港的事情嘛 说到啊 就出现了这个大面积的爆雷 就社会方方面面都开始坍塌了 啊 这就是香港 啊 另外一头就是说到欧盟啊 欧盟 这个其实跟刚刚说的那个电动汽车是有关系的啊 就是这个欧盟负责人啊 对跟跟那个什么何立峰啊啊 跟和贸易专员跟何立峰就放话了啊 你啊 何立峰听好了啊 啊 啊 中国啊 你不要再搞什么倾销 什么补贴啊 要要不我们就全部制裁你 人家放话了 这就对中国发起这个叫做什么 啊 最后通牒啊 你看美国也说了这个问题 欧盟也说了这个问题 都是他叫做什么 中国必须看到改革世贸组织规定的必要性 哇塞 啊 中国需要在什么世贸组织改革产业补贴的谈判当中 发挥建设性作用 哎呀 说的很绕啊 其实就是你呀 中国不要搞什么贸易补贴 那贸易补贴什么就清销 那中国我昨天说中国为什么哎呀 能是想搞清晰清销 他自己那里没没市场 他又想去欧卖 把电动车卖到欧洲卖到美国 但是人家那里也没多少市场 你欧盟的这个电动汽车注册量都少了百分之一的四十多 人家自己都还有个大众要养呢 还要给你这个 所以这里面 是利益极大的冲突 直接就大家有理就没我 都不用说了 明明就是现在外面对中国这个清销是极其不满 在背后因为有商界的压力 所以所以这一推下去会比以前什么川普贸易战的时候要快得多 就是我也不好过 我干嘛要给你清销进来 人家现在不是说很想要中国那些什么廉价商品 人家真不是很想要 中国还想卖廉价商品 人家不要 不是说什么里面有 当然可以理解为贸易保护 但也可以理解为 那就是这样 到最后就实际情况就这样 你说这个态度没有作用 又搬出来什么什么什么 这个这个 那就是你押中国也没遵守啊 人家的品牌也不能进入中国啊 所以就在这你扯这个东西就很没用 最后人家的议员最终只会对当地的这个这个商是商人 还有还有这个业界 还有当地的就业 你中国也不拉动我的就业 是吧 那那你说这最后肯定就没戏吗 肯定就谈崩啊 中国自己又想往外输出过盛产能 你说这玩意儿啊 能成吗 肯定就成不了 肯定成不了啊 所以 这个外贸这一块肯定会有大事情发生啊 所以先说那么多 觉得不错 打开小铃铛 拜拜